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到《諾報我不講場》直播時間 《諾報我不講場》是《諾報》的討論平台 每一次我們都有直播 不一定是星期四 今晚星期五我們做直播 有我余榮樣和身邊的鄭重輝 余Sir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不妨今集講講外賣 最近澳門剛剛發布新一年度的施政報告 也有官員說要管好一些外賣的安排 因為外賣可能牽涉到食品上的衛生問題 或者有些人收到一個命令下單 但未必是給某間食肆的 自己的工場亂來 這個有危險性 我剛剛看見內地 不知道有多少短片 原來在內地下單訂外賣 那些食品不能吃 很辣的 外賣 澳門其實分得不太清楚 有時候我講英文會比較清楚 如果英文 take away 你自己 pick your own 你自己拿 有些叫做外帶 有些叫delivery 就是你送到對方那裡 其實我們現在說的外賣 主要都是說我們送到對方那裡 因為你如果去這間店鋪 食肆去買東西 你去到那間店鋪 其實那間實體店 你很熟悉的 你經常都在那裡光顧 所以你覺得乾淨程度 都是你目測得到 而且這間店鋪 會出古惑 是實體店 你在那裡禁禁禁禁禁 你所訂的就是 東酒樓 西餐廳 然後又南的小食 北的即食 但是最糟糕 那個下單之後 他覺得 哇 心紅 這麼多人喜歡沙丹豬扒飯 沙丹豬扒飯 我就跟隔離輝哥聊天 自己搞飯堂 一收到沙丹豬扒飯 不是西餐廳 是另外一個A餐廳 澳門這件事 在目前來說 我看到的 除了有一些 做外賣的 我覺得有些問題 就是哪些呢 送去地盤那些 其實他們可能 沒有一個實際的地 即有牌照 包括外賣牌照 都未必有的 即實體店都沒有的 那麼他就將 接到那些單 他不知道在哪裏 就煮了那些菜 出來 就拿到地盤那裏賣 這些是有的 那些食材 不知道在哪裏 會不會是邀潛萬貫的 那些豬肉 跨下之肉 那些蔬菜 偷運過來 大家知道 民主有個廣告 就說他有權 查一些食事 食材來源 你如果交代不了單 就不行 如果你說工場 亂做的時候 政府又不知道 又查不到 這裏可以作弊 是的 所以我們看 我始終覺得 澳門是一個小地方 只要政府去留心一點 是不難發現到這些 不當或者不法的行為 但我估澳門 仍然是有良心一點的 在內地就糟了 原來食肆工場 買很多腐肉 死肉 吃剩的東西 不可以拿來做食材的東西 拿來熬湯 這個很糟 所以內地的外賣 流行程度和流行規模 比我們大很多 有幾大外賣商 起碼比我們早五六年 但有些仍然有聲譽 等於香港 我們節目以下有間接的推廣成分 香港有默默送 你光顧麥當勞 我相信的東西 是照國際監管的標準 內地也是 一個肯得機麥當勞 但有些快餐店 隨便的名字 吃也罷 你真是不知道 內地那裏 其實我們擔心的問題 第一個是人心 人心的價值觀 和貪婪 我們真的對某些人 他的貪婪程度 是令你作洩的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人 去澳門食材 我們會比較 是有信心 認真一點 食材有信心一點 政府把關也好 我們極其量 我們那些人 可能澳門的違法 可能他都是在拱北買下來的 你起碼不會說果汁是沒有果的 茶飲品是沒有茶的 咖啡也沒有咖啡成份 不會搞到這樣 所以現在在內地那裏 據我所知 在兩三年前已經開始整頓 兩三年前 首先開始整頓誰呢 他沒有辦法整頓供應商 因為供應商非常隱蔽 你不知道他在哪裏賣廣告 或者工場在哪裏 我覺得這個是貪污 貪污的時候 有人投訴 他就截了 有人投訴你 哈哈哈哈 就算數 然後查 沒有野波 貪污 他還有一個制度問題 真的有一個制度問題 我講一個例子 到了今時今日 內地 尤其我們講到拱北 下灣那一帶 其實他有一個小販營火區 小販營火區 裏面的小販 是受到一些的管制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 這裏是比較商疑 我也知道 有些小販營火區 賣東西很邋遢 包括有糧粉 那些很邋遢 糧粉發瘋 撇了它就算了 除了小販營火區之外 到今時今日 還有一些的檔口 譬如在等所謂城館 一定收工了 13點了 他就開始開工了 這些是比比街市很多的 其實這些這樣的攤檔 可能他們也是日後 可能在做所謂外賣 都不出奇的 所以這方面 你說認真要去管 其實是管得到的 但是內地在這方面 我覺得他不是說 要照顧那些 其實他們的小販營 他只是貪污 只是照顧他自己 所以變了 我們現在在內地看到 我先說一下外賣 外賣 首先他管那幾間大的外賣公司 譬如惡鳥摩 還有美團 惡鳥摩一般是電單車 全部都是單車 單車為主 或者是電瓶車 這兩個品牌 他首先管了這兩個品牌 但是他管這兩個品牌 其實都有問題 他因為聘請那些人 其實是散兵游泳的 所以有些都是在那裏作弊 後來都發現很多 由那個接單 送的人開始 一直到現在 現在比較 我網上看 有些三個人 家庭式去做 三個人 一日做幾千元 一個月相當不錯 但是他那些東西 很邋遢 甚至 不要說 找所有貨的菜 沒有花的 就是這樣來的 我想這方面 除了政府去掌握之外 其實那個人的價值觀 都很大問題 我講的價值觀 是包括賣東西 和買東西的消費者 有時候大家很盲目地去追求便宜 這個其實在內地 這個東西 大家的價值觀 對自己很不老實 實務的東西 如果不是說政治方面 實務 有上至下 總理拿下來 總理副總理 去到省長 我說不是政治 就不用書記一般來的 省長、市長、院長都看下去 上面壓下來 每個單位 他要查那些來龍去脈 食材的單有沒有 食材處理怎樣 不難的 你肯壓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倒轉了貪污 很可惜一件事 我覺得 在內地行政結構 有一個問題 當然省、市這些領導 很多都是空降的 大家倒吊 將不同城市的人調來調去 但我聽過 有些本來做得好 反而被人污衊的也有 現在變成 到縣級、村、區等 很多時候都是本地人去做 本地人去做 當然他熟悉這個地方管治 都會容易 但是牽涉的人情又多了 朋友、親戚又多了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做官的 可能有些親戚朋友做 又不是很犯法的事情 灰色地帶 內地的網絡很泛濫 你整個網不知多容易 整個政治網 他會查到你飛起 但整個賣東西的網 隨便在家裏做工場 幾個人就行了 其實這些情況很嚴重 我記得在拱北 我有一位朋友 他住那裏 旁邊那裏是一個住家 他們可能覺得 打份工作沒有什麼出息 在家裏自己做些食物 就在網上賣 其實他們看見都是一塌糊塗 那你認為應該怎樣 管理得較為好些 我想最重 如果內地 我就真是很難給意見 現在這個 反過來 他政治影響了他的管理 太大 還有一些既得利益者 有時那些人會覺得 他們不會貪那麼少 老老實實說 哪一級的官員 各個範疇都有多數貪 貪沒有說嫌多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的亂象 跟貪污和冷靜 似乎一樣 他不是貪污就是冷靜 因為他是不會做不到的 懶就是不作為 就不作為 我們就講了內地一些外賣 講回澳門的外賣 其實澳門的外賣 我認為都要管好 因為開始亂了 因為近兩三年 發展得很蓬勃 因為一個潮流問題 一個市場有這樣的需要 還有一個 就是租金太貴 變成很多人 可能挺而走險 他就去做了一間 非法或者家庭式的 食物的製造人 有時會影響一個字號 例如甲基 他的龜苓高 但人家下單 工場一早預備定 因為他看過往幾多個月 每日平均有幾多中龜苓高 要出的 他自己便截人糊 但人家吃了 如果這樣吃得下肚子 不舒服 是否會影響甲基的聲譽 到你澄清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一個人不知道 很難澄清的 他看那個apps 外賣 甲基歸零 那個 送來 連包裝都是甲基的 包裝用什麼 印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 很多在送外賣的公司 他們不排除 他有些 他慢慢知道數據 哪些東西好賣 平均過往幾內 賣多少 他就預備一些 所以如果他們變了雙重角色 而是利用分心的情況之下 危機就來了 只是說他做燒美 不如我自己拿貨 燒美很多拿貨 你訂他 他有生意 難道不做什麼 每日 首先小弟 三隻切雞 三隻油雞 五斤叉燒 五斤燒肉 越做就越多 那他就截罪別人某間銷納店的生意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 政府管是對的 政府透露 未來希望管好 這是對的 我聽見 這個應該是社民司那邊 他們都說好像2019年 開始會逐步立法 暫時就是市政處 因為食安是市政處 我想將來 所以又講回這個問題 現在大家都很混淆 現在叫做民政總署 還叫做民政總署 將來還是他管 還是給他生物管 我建議是由衛生部門管 因為香港是食環處 都是食物和環境衛生 澳門以前民政總署 很多事情 民康體 亂了 還有交通 逐漸都撥到不同的機構 交通 初頭是附屬在那裡 後來 獨立有個部門 如果大家怕我說獨立 單獨有個部門 現在我想民政總署 將來變成市政處之後 很多事情應該都是有所勃亂反正 應該做好它 應該做好它 我覺得食安的事情 是衛生部門去做 因為它的化驗是比較直接 另外它也可以和一些大學合作 香港也是 有幾間官立的大學 包括有旅遊學院 保安高校不要計 品質不同 澳大理工 經常測驗一些食品 藥品就可以了 可以和科技大學 科技大學方面 但它是民間 首先是官方 由官方做起 較為容易 其實澳門來說 現在的潮流是正在改變的 因為大家現在 我發覺到一個問題 越年輕的人 譬如現在我講00後 即是17、18歲的人 他們已經不喜歡去出街 沒有去餐廳 或者去到現場去享受 消閒 他們反而喜歡在家居 在家裡 上網 打機 看電視 沒有的 現在很多年輕男女 是宅男宅女 他們晚上 如果不拍拖 或者有些都不喜歡拍拖 他們不出街 叫東西吃 就是外賣 經常說外賣APP 靠外賣APP 我們現在看到市面 尤其是到夜賣 是靜了的 每條洋窄 鬼都是叫外賣 對 現在行街的人 真的少了 所以 如果外賣 如果將來我們不去管好 那說話 當它的隊伍 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時候才出事去拿 更麻煩 有些外賣 就定一下銀碼 最低限度 譬如說60元 有些是不定那麼高的 隨便你幫助 二十多三十元都可以 這個沒有他的 等於零團費 二十多三十元 你都制的時候 日後你整一下整一下 會幫助很多東西 甚至聽電話 會說 加多6元 有碟菜 那碟菜 最低限度 只剩18元 加多什麼 多碗湯 會哄你的 我們將現在這個話題 再深爆它 其實我們說到 外賣要注意外賣要監管外物 當我們注意了 我們監管了 換句話 它正規了 正規了 其實另一個商機又來了 因為為什麼 事實上 現在的舖位 的租金是很驚人的 將來可能會在 不旺的地方的舖位 因為它不需要人流那麼多 可以發展外賣的生意 都不是 不可能 但有些人為 人為 我有懷疑 比如某樣好吃的 一個饒廚飯 它不兩粒你又怎樣 那就真的不衛生了 你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要監管 流程要做得好 澳門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很可愛在世 很小的地方 澳門 你說當然 那間屋裡面 都可以藏到很多東西 你家長都不知道 但我今天都想了 一件事 是可以試一下的 就是 你的外賣 送出去 給它一個馬 給它 它背著 有一個馬 你把那個馬 和你的app 去到那間機構 比如機構叫 西公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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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奪 對 你訂了那個是什麼 背著一條帶 展開它 那就衛生一點 不會說 原來工場 自己做了西公餐廳的東西 這個可以驗證 就恐慌 中間 因為某些人 因為想謀取更高的利益 作弊 這個是我們要防的東西 有些東西 就不太容易作弊 因為貴 但是如果你貴的東西 叫外賣 有沒有那麼多客人 比如說 吃包心刺肚 還有一些東西 那個容器不好 拿到回去就不好吃 不頂得的 很多新的東西 想之不盡 顧問論怎樣也好 我認為 今次將外賣 放到明年的議事日程 是一件好事 和一個商機 大家不要說 認為這個不是對於 做開外賣的人 一個館仔 真金不怕紅爐火 怕什麼呢 你始終澳門那麼小 你做好些 你才有發展 好 那我們嘗試叫外賣 就是龜苓哥 現在我們先下班 等你龜苓哥來 好 多謝輝哥